腳掌遭到螺旋槳打斷的男子 躺在單架上 表情相當痛苦 救護人員跪在岸邊 拿出紙血袋 還有一卷又一卷的繃帶 趕緊加壓包紮男子的左小腿 並且將他送一急救 其他人則是背起氧氣瓶 重回大海 幫忙尋找腳掌 好不容易找到了 救護車衝向醫院跟時間賽跑 而事發當時 目睹一切的學員瞎著蹲在一旁 直直發抖 我不知道我在哪裡 我在下面 所以你也不曉得 很曉得 麻煩你只想打我的手機 我聽到的時候已經很靠近了 靠近船 基隆北陵路平浪橋旁 41歲的無姓潛水教練 帶著35歲的誠信學員 在長潭里漁港進行潛水教學 訓練到一半 誠信學員被暗流 衝到漁港航道 而一旁正有一艘漁船行駛而來 趕緊游泳過去 將他的頭壓進海裡 但教練的左腳卻不幸被螺旋槳攪入 學員他是一個初學者 他初學者的話他就比較不穩定 剛好教練有聽到船的聲音已經很接近了 所以他就把他的學員往下壓 剛往下壓的時候 剛好你的人頭低腳上 剛好船拍過去就打到他來講 還好又把他壓下去 如果沒壓下去的話就扯了 可能會出人命的 可能整個頭都爆裂了 大五輪沙灘上週就發生了三死溺水意外 四伏銀河連同將潮進公園一起關閉週 沒想到不少潛水客轉往 沒想到不少潛水客轉往 長潭里漁港也發生意外 市長謝國良表示遺憾很難過 那我們是感到非常的遺憾 我們也想慰問那位受傷的朋友 不過因為在航道裡面潛水跟漁船 本來就會經過重疊 本來就是相當危險的一個 情況 所以我們也希望大家都能夠遵守 相關的潛水規定 不應該是航道的地方 就不應該進來 那我們最近其實大家也了解 我們已經把潮進公園封閉一個禮拜 就是要有未來要有救生艇執勤等 各項的安全措施 我們幾乎每一天 最近都有在開會討論一些相關進度 我們希望當我們重新開始恢復潛水的時候 相關的救援設備設施人員都可以到位來協助需要 我們協助的遊客或者是潛水的遊客 至於整起事件的責任和歸屬 相關單位正在調查釐清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 記者黃紹明 金融報導 他寫於峰報導 目光是親密的 大陸 寫著